范贤第二次前往北齐 却被战斗斗海棠朵朵和斯里里联合摆了一道 但因为民要的缘故 范贤记不清那晚发生了什么 而如今的范贤就要开始教导范思哲走私 以及观察范若若巴雷特的学习程度了 话节上回 范贤在被送回旅馆后 便立刻前去找到了范思哲 哎 范贤 你还别说 西香记挺好卖的 刚出版那天 你是没看到 不到一炷香 全被一抢而空 范思哲看到范贤后 便立刻上前汇报了下自己的战果 我要跟你说的不是书局的事 范贤并没有跟范思哲多说废话 直接拉着他坐下 然后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走私路径图 以及沿途的各类官员 和负责人名单 就开始对着范思哲一一讲解了起来 范思哲自然知道走私的重要性 这来钱可要比开收局快十倍 所以很罕见的 在范贤说话的时候 他并未插嘴 只是安静地听着 范贤将主用路线 以及备用路线 还有各个方方面面 需要打点的地方 都一个不落地告诉了范思哲 在走私这条路上 也有监察院的人帮忙做推手 并不用担心货物安全问题 甚至什么时期走什么道路 都有着不同的划分 范贤倒是不用担心 范思哲听不懂 对于赚钱的事情 范思哲比任何人都上心 就这样 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 范贤除了吃饭之外 是一刻都没有停歇过 怎么样 听懂了没 范贤讲完后 伸了个懒腰 看向了范思哲 等待他消化一下这些资料 不过 此时范思哲则是一直抱着资料 继续看个不停 并没有立刻回答范贤的话 大约一炷半箱的时间后 范思哲才放下了手中的资料 然后拿出了其中一张路线图 指给范贤看 我想来想去 认为这条路线 并不应该是最优路线 范贤顺着范思哲指出的地方 看了过去 他所说的是 北齐与南庆交汇的那条线 而这条线也是保证走私 是否成功的重要原因 哦 你有什么看法 范贤不是没想过这一点 但国境线上的跨越 他只能用长公主之前的路线 通过监察院的关系 这条线上所有官员 如何打点 范贤早已心知肚明 在庆国之内的走私 倒是全部规划的新路线 但唯独这一条 范贤始终没想好如何的更改 两国之间官员打通 所耗费的时日非常长久 为了尽快让事情运作起来 只能先行走这条路线 然后慢慢培养新的路线 我认为 从这里 然后到这里 最后过来就可以了 范思哲手指标注了几个点 连成一条线对范贤说道 范贤观察了一下范思哲所说的路线 并不是直接穿过南庆和北齐国境线 而是走的一些小城 从南庆到东夷城 然后转而前往北齐 看到这条路线后 范贤一拍脑子 四顾见这条路怎么就落下了 从南庆到东夷城 有这个大宗师坐镇 也不需要太多事情安排 让王十三郎给他师父去个幸就好 东夷城在两国之间处于中立状态 也是最好的一个过渡阶段了 不过范思哲是怎么知道 他在东夷城有关系呢 你为何选择这条路 范贤并没有告诉范思哲 此路线可行 而是反问了一句 有个人说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范思哲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将其递给了范贤 在范贤打开盒子 看了下里面信件后 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将信件焚烧后 对着范思哲低声地说道 路线就定你说的这条 切记 越少人知道越好 路线运转人员 回头我会安排专属的 这点你就不用操心了 范贤说完之后 就让范思哲把资料收了起来 然后不带任何的侍卫 单独出了一趟门 有一件事 他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说 在范贤来到一片树林后 就对着眼前一身黑衣 猛眼的男子说道 此人正是一直在 北齐中的五竹 你知道苦和在哪吗 范贤直接问出了 北齐大宗师苦和 而五竹并未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带我去找他一趟 对于范贤的话 五竹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直接带着范贤 前往了苦和隐居的地方 此处是北齐西部的一个瀑布 但并没有看到 任何可以供人居住的地方 书 苦和在哪 范贤四处寻找了一下 也没能找到有人的痕迹 那里 五竹用手中的铁杆 指了一下瀑布 然后飞身一跃就冲向了瀑布 老友前来 为何不提前知会老夫一声 就在五竹接近瀑布的时候 一个很沧桑 却又十分有力的声音传了出来 接着 这瀑布之中 窜出一个身穿灰色袍子的老人 他跟五竹简单地对了一掌后 两人便各自落在了地上 范小友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在苦和落地之后 便对着范贤喊了一句 不敢当不敢当 范贤此次前来 只是想问苦先生一个问题 说着 范贤便从树后面走了出来 这大宗师的洞察力确实惊人 手中拿着之前范思哲给的盒子 将其扔到了苦和的面前 请问苦先生 你这种安排是为何呢 范贤眼睛紧紧盯着苦和 只要他一出手 那么就让五竹书动手 不过范贤却没想到 这个大宗师却出乎意料的 很好说话 在庆余年中 每一个强大阵营 都有着大宗师的存在 而庆国有着两位大宗师 却多年与北齐不相上下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四大宗师之一的苦和了 话接上回 怎么 范小友是对老夫安排不满意 苦和很罕见地 对范贤笑了笑 在他自己的印象中 也记不清多久没有笑过了 我只是想问一下 苦先生如何得知此事 范贤平静地问道 他也不太想让自己的身边 存在一个不定时的大宗师炸弹 更何况 范思哲和范弱弱两人都在此 一旦出点差错 到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范小友莫及 你看看他就知道了 苦和依旧不改脸上的笑意 招了招手 便让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走了出来 此人看到范贤后 便立刻跑到了他的身边 哥 你怎么在这 难不成海棠朵朵说的师父就是 范贤看着自己眼前的范弱弱 稍微顿了顿 还是缓过神来了 怪不得海棠朵朵说 范弱弱到了北齐 根本就不用担心安危了 一个大宗师守在身边 确实不用担心 范小友 若若这个徒弟对于药理十分有天赋 老夫也甚是欣慰啊 苦和看着范若若和范贤相见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一些 本来他已经不打算收弟子了 但朵朵跟他说 此人是范贤的妹妹 苦和这才破例将其收下 然后一直教导他药理知识和医术 算是让自己一身医术也有了传承 不像其他几个弟子一样 只知道学武 我们去一旁切磋一番 苦和此时并未去打扰他们兄妹相聚 而是对着五竹问道 此时五竹看了一眼范贤 范贤也是点了点头 他还有很多的话想要问范若若 你在这里待得习惯吗 范贤有些宠溺地看着范若若 心想他要是受到委屈 就让五竹叔直接下杀手就好 放心吧哥 苦师傅对我挺好的 从未为难过我 范若若对着范贤转了一圈 好让他看到自己安然无恙 就这样范贤跟范若若聊了起来 从他来到北齐之后的故事 范若若是一触不落的都告诉了范贤 他被海棠朵朵带到这里后 就天天跟随苦和采药 研习医术 从没出过这个瀑布的范围 后面听说范思哲来到北齐 范若若也没有出去见过他 直到五竹来后 范若若每天就多出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练枪 而苦和似乎早已知晓 从未问过这件事 一切都很平静 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而此时范贤看着远处 五竹和苦和的比试 心中的疑问也是归结到了一点 那就是苦和为何要帮助自己 哥 听说你和嫂子到现在还没结婚 范若若突然打断了范贤的思虑 对于自己哥哥的婚事 他倒是比谁都上心 哦 出了点小意外 等回到京都之后 婚礼就可以举行 范贤抓了抓 有点发痒的发际线 有点无奈地对范若若说道 说到林婉儿 范贤此时也想起了她的身影 看来自己是要快点结束 结清事宜 然后回京城找婉儿了 之后 范贤又跟范若若聊了许久 待天色微微泛起了鱼杜白 范贤就带着五竹离开了此地 范若若已经可以很熟练地 运用巴雷特了 甚至对于拆枪和保养的手法 都十分地熟悉 五竹留在这里 并没有太多可教的了 接下来 范贤就需要去处理 接清的事宜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